今天柯小姐直日胚胎 刚才解冻没有展开 现在已经完全展开 表示它是活的 是动的 所以这颗胚胎看起来蛮乐观的 尤其它是染色里正常 一来135小时 我们赶快准备 准备让它母子或母女团圆 好 今天柯小姐直日胚胎 刚才解冻没有展开 现在已经完全展开 表示它是活的 是动的 所以这颗胚胎看起来蛮乐观的 尤其它是染色里正常 一来135小时 我们赶快准备让它 就是母子或母女团圆 那个解开的胚胎 这是早上8点 那现在是11点 整个都刚才就那颗展开了 所以我们说活动活动 会火的就会营料会动 所以表示它很OK 这个我还有一点不放心 那刚刚那个影像就是它已经多了 我们在医学上就说expansion 就是它里面就开始注入那个 脑胚胎的水 这是子宫 1.13 这是胚胎 这是膀胱 所以位置在1到1.5是最好的 那我们有打子宫缩缩抑抑制剂 希望它不要蠕动 那我还有开10天的 子宫缩缩抑制剂 照三尘尸 我不是做1R135个小时吗 你在6天前的晚上8点 现在是早上11点10分 所以是135个小时又10分钟 它可以前后3小时 3小时又132到138啦 那因为我们这个是用QPCR21 大概即便是展示你正常它的作常力 我们这边算起来是66.7 那美国现在前世界最好的 那QPCR2470 我们也算大概跟它有点接近 差一滴滴 所以如果说以它刚才的行为 就是Performance它已经展开了 我们猜它怀音的几率是应该蛮高的啦 当然因为我们只有一颗 如果两颗的话我直接跟你讲百分之百 一颗就大概是七成左右 但是如果是说这个时候你才来重新取卵 我就会跟你用QPCR21 但是我们这个几年前的配胎 好像是六天吧 六...我说几年前的 几年前了 好久了 107年了 107年了 那因为QPCR21 因为QPCR24是今年6月9号才开始用的 对那我们目前统计是 有一个结论就是一颗不一定成功 但是两颗百分之百 对 好 这里成功 我自己写一个好运道 我送你铲子吗 没有 都掉你了 没事 谢谢 我们这次一定要成功的理由就是 胚胎仔这里正常 它是展开的 那位置非常的好 这是我放的 1.13公分 自你一次成功放 就像不像过年的那个五龙五四 希望十天以后我们再拉一次 今天柯小姐值日胚胎 刚才解冻没有展开 现在已经完全展开 表示它是活的 是动的 所以这颗胚胎看起来蛮乐观的 尤其它是染色里正常 一孩135小时 我们赶快准备让它母子或母女团圆 好 那个解开的胚胎嘛 这是早上8点 那现在是11点 整个都刚才就那颗展开了 所以我们说活动活动 会火的就会饮料会动 所以表示它很OK 这个我还有一点不放心 那刚刚那个影像就是它已经都 我们在医学上就说expansion 就是它里面就开始注入那个 充配液的水 这是子宫 1.13 这是胚胎 这是膀胱 所以位置在1到1.5是最好的 那我们有打子宫瘦瘦抑制剂 希望它不要蠕动 那我还有开10天的 子宫瘦瘦抑制剂 照三残层 我们是做一孩135个小时吗 你在6天前的晚上8点 现在是早上11点10分 所以是135小时又10分钟 它可以前后3小时 比如说132到138 那因为我们这个是用QPC-241 大概即便是展示里正常它的周常率 我们这边算起来是66.7 那美国现在前世界最好的 那QPC-2470 我们也算大概跟它有点接近 差一点点 所以如果说以它刚才的行为 就是Performance它已经展开了 我们猜它怀音的激励是应该蛮高的 当然因为我们只有1颗 如果2颗的话 我直接跟你讲百分之百 1颗就大概是7层左右 但是如果是说这个时候你才来重新取卵 我就会跟你用QPC-24 但是我们这个几年前的胚胎 好久了 10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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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QPC-24是今年6月9号才开始用 对 那我们目前统计是 有一个结论就是1颗不一定成功 但是2颗百分之百 对 好 这里成功 我这里写一个好运道 我送你铲子吗 没有 好 好 好 这里成功 我这里写一个好运道 逗掉你了 不好意思 我们这次一定要成功的理由就是胚胎仔这里正常 它是展开的 那位置非常的好 这是我放的 1.13公分 至你一次成功 放 就像不像过年的那个五龙无死 希望时间以后我们再拉一次 好 恭喜这是有了 这是两条线 我没有给你H71 而且你是11月9号直入的才5天就有 表示是成功的 恭喜恭喜 提早5天就有 快要破我们医院博恩副产案的记录了 你是9号直入的嘛 今天是14号才5天 所以 一定是有的 不好意思 双胞胎 恭喜 恭喜恭喜 嗯 我们那一刻是完全忽化出来嘛 对不对 而且是染色里正常啊 那你是9号直入嘛 对不对 我刚才查一下你的LINE是9月 10月9号看房底书嘛 那我们今 你现在两条线蛮明显的 所以 铁定有的嘛 我又没有给你认了H71 那是H71 没有药物影响 我给你最黄体书跟同龄体书 那是 那是人类肉毛毛刺激基础 实证胎盘术啊 恭喜这是有了 这是两条线 我没有给你H71 而且你是11月9号直入的才5天就有 表示是成功的 恭喜恭喜 提早5天就有 快要破我们医院博恩副产案的记录 你是9号直入的嘛 今天是14号才5天 所以 一定是有的 搞不好还双胞胎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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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我们那一刻是完全忽化出来嘛 对不对 而且是染色里正常啊 那你是9号直入嘛 对不对 我刚才查一下你的LINE是9月 11月9号看黄体书嘛 那我们今 你现在两条线蛮明显的 所以 铁定有的嘛 我又没有给你认了H71 那是H71 那是H71 没有药影响 我给你最黄体书跟同龄体书 那是 那是人能肉毛毛刺激基书 十寸胎盘术啊 恭喜 跟新生说恭喜 欢迎的 嘿 恭喜恭喜 啊你怎么会那么快就五天就宴 哦 那就是 三天就宴有了 哦 那 那就怀孕了啊 那就一定一定 恭喜恭喜 搞不好来个双胞胎 我那时候是跟你讲说 如果说一胞胎的话是七天嘛 两胞胎的话是五天 那你现在 对对 欸我们放几个备胎 那一定有的啦 提早五天欸 一定有的啊 那你还是 那你如果 有胭胖你除夕胭 他会越来越强 恭喜啦 嘿